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即将展开 至此周斐依旧不知自己错在何处 更难受母亲不顾她的感受 多番不问缘由的责难使她委屈满意 过往为李宗传活之举承担罪责 即便武功成就 在其之上也不曾得到李锦荣的半句认可 只是周斐念在舅舅舍命相救 便也可释然 但始终不明此番就下恩人谢云 究竟何错之有 李锦荣手中持刀 沉在债中众人安危 即便屋外听闻周斐心中的委屈 却仍旧怒其孩童心性 只是眼下变故在即 如同周宇棠偶然所设的真龙棋局 进退两难 李锦荣更无暇顾及到周斐的心情如何了 仍旧藏身寨中的谢云 得见周斐耳边伤痕 因愧疚而引其临终密会 特意送来了外商良药 周斐的心思聪明 以说话不便为由 有血影进入到山洞 被困质问其闯在的缘由 外界战士不断 王林视线为自己立下了衣冠轴 便是怀着必死之心前往应战 为保安平君不至于群龙无首 唯有恳求谢云冒险闯战 务必请周以堂出山主持大局 谢云据征诚 却忽然以身抵住周斐的手中剑锋 趁其惊讶受见之时 以轻功逃离对方眼前 周斐愤怒难当却也无可奈何 转而寻往周以堂住处看望 也因此被假意逃离的谢云在暗中跟随 一阵旋律在这中响起 此曲是周以堂在王林麾下 跟随起义之时所作的 久不闻于是 坐于树上吹笛的谢云 眼见李锦荣赶到 将平安令悬于树干 平安令不过信武 此前一直都不见周以堂真身 谢云自然就不会轻易是人了 此刻既有把握引臭镇主 倒也不必 本末倒置 显然李锦荣深知谢云前来之意 故而百般阻拦 可是周以堂听闻敌声而来 便是已然有了决定了 昆蓬困于浅滩 如苍龙折角 李锦荣明白周以堂 本就不是甘愿闭目赛庭的 一生偏安逸于这人 他心知无力挽回 愤而离开 周匪天曾复命 亲手将树上的悬挂之令 排取下之时 尚不明其中承载的意义 直到周以堂踏出债门 或许此生再难相见之时 周匪才愕然懊悔 不该助谢云脱困 使得父亲卷入乱世 之有多年不见 激动相拥 调侃当年九千亏欠 可见其二人关系亲密 非时光可以磨灭 只是这种短暂的相聚欢喜 在周匪赶来之时 被再次打破 周匪欲与父亲一同出山相互 可叹他自以为在寨中难有敌手 却连闻运一招都难以抵挡 周匪的手中断戒 让他的自尊和希望顿时支离破碎 闻不成五不救 就在这世间 连选择取舍的权利都没有 就连山门都无法踏出的周匪 又弹劾保护父亲安危呢 大门紧闭 阻隔了周匪的视线 无论他如何痛哭叫喊 也换不回父亲片刻的驻足回头 谢云本是不愿辜负亡灵所托 却不曾想 终究还是让旁人上心失望 世间之势中难两全 谢云看着周匪满含泪水 离去的落寞被淹 心生不眠五味杂层 为运起马开路 尚未出48寨范围 便被佟天阳带人拦住了去路 十年前的蜿蜒之痛 让佟天阳一刻也无法忍耐 迫切地预起周匪堂的性命 报死之仇 雅方人马立刻混战当场 周匪堂静坐马车之内 以耳闻如是 外界局势 佟天阳趁文运无法脱身 射出暗器直逼马车内的周匪堂 危难之际 李景荣突然从天而降 一刀劈断了暗器 周匪堂本波兰父亲的双某 因以景荣的突然到来 增添了几分担忧 后再听得爱人势不可挡 才恢复从容之态 佟天阳几招便被逼的是狼狈逃离 外观李景荣持刀站顶 护在马车前 威风凛凛 文韵携众人行李 可见对其攻击之意 一行威风吹起车帘一脚 李景荣身自坚毅决然的背景却 得以印在了周匪堂的眼眸之中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